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4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要带你来看到花莲先议会民政小组近日是进行下乡考察 那么是来到了万荣乡的名利村以及建勤村的设造西剧点 并且是挺亲倾听了当地居民的各种想法 而在这个原住民族行政处以及民政处长的参与以及沟通之后 原住民族行政处是表示,今年也将会协助两个据点 争取为原民会所扶植的社区文件站相关计划 塞浦站及社造西据点是原民会早期关注部落长者健康与照护所设立的计划 由于近几年在社工人员培训以及社服照护再提升之后 108年,华丽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踢爆了37处的部落文件站 最后原民会核定了21个社区文件站 而有少数几处未入选的社区 今年度原住民行政处也将继续提报计划 协助争取文件站的设立 我们以去年为例,花莲县总共有37个部落提报文件站的计划 那在去年12月底,中央人民会在37个里面核定了21个 所以等于有16个遗珠之汉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包括我们本部落目前是没有文件站的 目前没有文件站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在我们县议员的鼓励之下 我们县政府原民处愿意全力来协助我们本部落 在年底把这个文件站的计划提出来 民政小组听取社区居民的需求后也表示 会给予赛府站所欠缺的相关设施给予补助 并检视盘点花莲县内社会福利的资源 常年这个两个部落都在从事在做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的事情跟工作 那比较可惜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在这两年 他们并没有申请到文件站 那经过这几年之后的磨练跟历练我想说是可以的 那不过呢就现在他们燃眉知己的问题的话 就是在硬体上面的一些设施必须要做一些补充 那也蛮好感谢这次陪同的两位处长 一个是原民处处长陈处长 那另外一个是社会处的那个也是样式陈处长 那也允诺 那我们变成说我们议会跟县府是尽量来协助他们 在有关于现在目前设施设备上的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也就是我们这次民政小组这次下来考察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考察两处万荣乡的赛普站设造西据点之后 在硬体设施上的改善 还是需要县政府民政处给予经费协助 不过在听取简报之后 先议员简志龙认为 全县的老人管修缮经费只编列一百万元是相当不够 那我们跟议员这边报告 也跟在座的杂者来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社会处是有老人文化中心的设施设备的补助 但是一年的经费约在一百二十万左右 那这个经费呢要公全县的老人文化中心来做设施设备的一些补助 包含修缮的情况 在这次的一个座谈里边 发现到在县府的在编列有关于老人管的议算修缮的部分 让我有点匪夷所思 那一年全县13个乡镇才一百二十万的议算来做修缮 所以说在这次议会的 今年的编议算的过程 我们可能会再从这个议题上面做一个努力看看 而在座谈会上 当地居民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急迫需求的设施包括冷气机 饮水机 加压马达及水塔 老人管建物 维修漏水 供电系统更换等等 也都希望能够在这一次的座谈会当中能够获得解决 记者林杰 万荣乡采访报道